不會好也不清楚,那不是瘋掉了嗎 很多人講說嘴巴都是胃不好 難道要看腸胃可以伸啊 所以這個怪怪的 我們不太使用外用藥膏 這個也是跟一般人不一樣 因為治療皮沒有什麼學問 痘痘根本沒有什麼學問 它就三種藥膏,一個角質增長劑 可能用Beloxin Proxide,A酸,Retin-A,果酸,Skin-O-Rain 就這些藥,那這個可能是消腫的類固醇 第三個就是抗生素 那這三種藥,藥膏要找到平衡點 其實不容易 有時候這個角質增長劑用太多會發炎會紅 有時候類固醇用太多會黑 皮膚會變薄 而且會沒有抵抗力 那抗生素用多了會過敏 或者是會刺激太陽 會產生抗藥性 這種其實醫生是可以用 如果你不喜歡吃藥,這個是可以 但這也是要讀很多書 但傳統的皮膚科醫生大概就開這三種藥 再輪流使用 那個平衡點是重點 那我認為藥膏沒有辦法解決內在的過敏體質和新聞部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有給藥膏 但是真是盡量不給 我們真的有好幾個醫生,不是只有我 我盡量不給,但有的醫生還是可以 我這樣的回答有一點 就今天看病的心得 因為今天剛好有兩個醫生 本身來看病 他們老婆是我病人 他們是臺中榮總醫生 這是真的 他跟我講說 我們這種關係他很接受 我覺得很欣慰 因為總是有人 他一個台大護理系的博士 我也覺得他還認為我這個方式是對的 所以很抱歉,造成兩極化的評價 這兩極化可能在批評我用新鶴門吧 顧作用或者有的人在批評拿不掉藥 其實我再強調一遍 藥哪是拿不掉 哪怎麼可能拿不掉 就是因為你依賴了他 你什麼都不做 只吃藥當然有問題 尤其只吃條件變 很多只吃條件變 這會有出問題的 不可以只吃一種藥去治療皮膚 好嗎 要帶一個獎禮的病人 這是我的心得 先進去